2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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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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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好多女嘉宾都没有见过 这很有气场 这白春长吗 对长 不是 它特别有意思 这个有点像 这个杀手不太老公里面那个装扮 我真的舍不得把罗罗划到那边 我真的可以的 全华是 你第一眼看不是怎么的 是的 我不太喜欢 就走一遍就把别人放我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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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位进入观察区 第一 这男嘉宾上来有两件事情 让我对他顿时有了好感 第一 他上来的时候没戴眼镜 但是第一个女嘉宾出来的时候 他掏出眼镜戴上来 然后跟我说看得很清楚呀 不像那些男嘉宾说的那样 大屏不清楚 鼓掌 第二 在女嘉宾出场的时候 他一直都在往红区选 然后选了七八个之后跟我说 我舍不得把他们往蓝区放 哇 然后想了想又说了一句 哎呀 第一眼见面 看不出那么多东西来 所以都选这边吧 他是第二个用这样的方式 开场的男嘉宾 之前我们也有一个 但是这个选择的方式 要远远优于先把12个观察区填满 就是因为你们都不好放过来 然后你们都其实不够好 所以是顺位过去的 反过来就完全对每一个女嘉宾 都是一种认可和赞赏 这个方式比那个方式 更让人感到舒服 我看到那个白村长 走到红区的时候 特别开心 因为我感觉站在这边 就算站在山帽帽上 视野特别开阔 今天那个白村长 穿得很漂亮 很优雅 把秋裤脱了 12号 你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压力 很有压力 我觉得出来之后 我如果把我放蓝区了 好尴尬 11个我都是满意的 就是你我不太满意 是的 是的 好 开第一条片子 我叫赵安平 是个敌道的四川小猴子 在成都工作 在成都生活 上大学的时候 我学的管理专业 但我确实喜欢文艺 我自己跑去自学摄影 开始创办摄影工作室 挺快的挺开心的 但我爸总说 你一天不整夜里 你赶紧找个整次工作来主导去 也就关掉了公司 刚好那个时候 附近有一家医院 想找一些做管理的人进去 但当拿到第一个月 工资条的时候 我心都凉了半截 这确实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所以一年之后 我又辞掉了医院的工作 我就想我的兴趣爱好啥呢 就花鸟鱼从闲情医治 于是就开了一家线上花店 只做了三个月 在摇乱当中就摇折了 要清场的时候 是觉得我还蛮能承受这一切的 我能扛得住 但是在面对最后一堆东西的时候 店就给我掐断了 刚好外面有一点点下雨 我情绪崩溃了 我怕在指向这场嚎啕大哭 也就是这一哭 都是真正把我从梦想 扑回了现实当中的 为什么一定要做你喜欢的事情呢 我喜欢雨 那把云摘下来好不好 不可能啊 这两次创业的失败 让我知道仰望星空的同时 咱们还得脚踏实地 所以我目前是在家 私人医院里面做策划 各方面的待遇 其实还蛮OK的 我这一年多 我买了车 买了房 在这个城市落地深圳的感觉 所以目前我也在计划和考虑 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因为本身我就是个 特别爱计划的人 睡觉之前 我就会写上第二天要做的事情 几个关键词 或者是一套行程安排计划 17号 我刚刚看到就是你的影片里面说 你是一个喜欢文艺的人 然后呢 因为我也很喜欢看戏啊看电影啊 然后平常我很喜欢谈谈乌克莉莉 就是我的朋友们都觉得 我是一个小文青 所以你可以多注意我一下 好 我会关注你的 王凯迪 男嘉宾 我也是来自于成都的 然后我非常喜欢你 就是做事非常有计划 然后感觉比较有阅历 然后蛮不错的男生 所以我想问你 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呢 我喜欢的女生 学历不重要 但一定要爱学习 收入经济状况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她对自己有追求 找到她喜欢的生活方式 6号 范林薇 男嘉宾说特别喜欢你这个事儿的造型 对 是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里边 那个小女生 对对对的 看来你很喜欢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我也很喜欢 看到VCR里面 男嘉宾你的字写得非常好看 谢谢 有句老话说就自如其人嘛 你的人是不是也是像你的字样 非常的狂野啊 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看来是是的吗 15号 男嘉宾看你的那个视频中 然后放了一首《成都》 然后我听着是很有感觉 然后又了解你在成都那个城市 我特别喜欢成都 之前的话是摄影嘛 知道 我就是属于那种出去旅游 我一定要拍照 我感觉我不拍照 我就感觉白去了一趟 我觉得你真的是很符合我的要求 就是很会拍照的一个男生 4号 大家好 我叫范亚男 来自成都 然后今年25岁 然后我的走友标准 希望找到一个身材健所 然后有点小胡子的男生会更好 选第一个中选区女生 好多都没聊 有时间限制吗 没有 我就选衣服吧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爱心 助农地图上为中选区女生 挑选爱心产品 看男生选的第一个女嘉宾是 范琳薇 我再想这哥们是有多喜欢这部电影啊 我在想他的内心里边 是不是住着一个李奥呢 这部电影在很多榜单上面 比如说近100年最优秀的片子 评分最高的 这部电影从来都在前十里边 对 你想象他长什么样 高高的 头发不多 胡子拉叉 戴个眼镜 黑的这样 我还蛮期待他说的 他出来会很狂野嘛 来 有请男嘉宾 这位男嘉宾是珍爱网向我们推荐的 大家好 我叫赵安平 来自四川成都 今年28岁 黄大老师好 盛宇老师好 你们好 赵安平 这个小辫子是我见过男生最好看的小辫子 谢谢盛宇老师 这个辫子我不仅觉得好看 而且还亲切 让我想起我童年时候看过的一个动画片 叫《聪明的衣修》里边有个心幽未门 对对对 孟老师 你留个长发吗 我留过 就这么长 曾雅男喜欢有胡子的吗 是吗 对 是我 我对有胡子的男生会很有好感 尤其像你这样子有点辫子 艺术气息更能重的 我更喜欢 你住在成都什么地方 我住在成都的成华区那边 我在华阳那边 那离得有点远了 还有哪个是成都的 爱迪士 她都认识 这是凯迪 对对对 特别人喝 凯迪瘦了好多 他还没有瘦到上次出片子的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都有锁鼓的个天哪 一般大家聊天 只要说起成都 都会有一些特别强的刻板印象 对对对 比如成都人生活优先 对对 一天到晚喝茶 一天到晚打麻将 从来感觉成都人是不上班 也不知道钱打哪来的 天天还有钱打麻将 可能那是一部分 比较地道的老成都真的会这样 可能一开始我们会有 成都的小伙子 怕老婆 也就是怕老婆 或者闲事或者安逸 但是到了现在 生活节奏那么快的时候 成都男孩 不仅具有这些品质 还有幽默 还有睿智 更重要的是 现在奋斗的标签 也慢慢贴到成都小伙子的身上了 我身边的很多成都的 创业的合伙人 他们都非常努力 我在成都生活快十年了 我去人民公园喝茶 可能就一年去个三四次 不会那么的多 7号 男嘉宾 我很敬佩你就是你创业过两次 我也是 我一个人去广州创业 而且我跟你一样是遭受了挫折 我是被我的投资人 就是一个很信任的人 没有签合同 但是利用了我们的关系 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可以感受到你那个最后一根弦 断开了崩溃的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挺好的 就整体非常的阳光帅气 当时还以为我能面对这些 不会那么的崩溃啊 因为那天房东叫我 马上要把东西清炒出去的时候 然后那天有点巧 我电卡没电了 就搬到半晚的时候 要开灯吧 灯开不开 我当时是做花 然后有一大堆纸箱子 我从来不知道 纸箱子的东西会那么重 我有点搬不动了 又没有电 其他都还OK 当我面对这箱子 我没有办法的纸箱子的时候 我情绪有点崩溃 因为有时候成年人的崩溃 不是因为特别大的事情 你就崩溃了 有可能我就 今天工作特别累 回到家洗澡 我头发都打浪泡泡了 然后完了趴 洗澡本来是热水 突然一下凉水 有那一刻就可能 又真的会蹲在地下嚎啕大哭 可以理解 人都有很多治安时刻 对对对 我特别喜欢黄岚老师 因为黄岚老师身上有 那种女性的那种光辉 一般都是母性的光辉 我觉得因为说母性可能不太合适 合适 合适 两个孩子的嘛 这种光它不刺眼 但是能把你照亮 你看说得特别棒 我说得特别好 你就听黄岚老师说话 你就那个身下 你就特别舒服 不急躁 下面夸谁 因为人的成长 就是经常会有那几刻 压弯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然后那一刹那你的崩溃 但是我回想起很多那种治安时刻 崩溃的时刻 现在我都很感谢 就是他给我们的生活 有一种独特的经历 而且关键是你过了那个时候 以后 你觉得什么都不怕 对 就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 你觉得以后的每一天 都只能更好 是的 你看现在多好 房也买了 车也买了 是吧 都在成都 是吧 都在成都 我来问问女生 你们还记得第一个月的工资 你们都干什么了吗 白村长 你第一个月工资干什么了 我第一个工资是拿到之后 我给家里买了一个 大概就这么大小的 是几寸的一个彩色电视机 彩色电视机 一说这个话就知道年龄了 现在人说电视机 不会再带彩色来的 对对对 因为电视机他们因为 就是彩色的 难道还有别的款式吗 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电视还有黑白和三摄影说 来 黄怡婷 我第一份工作 是在英语培训机构当助教 助教很多 其实工资还蛮低的 当时还没有发工资 就是很多进口零食想买 但是真的是很贵 每天在等发工资那天 把它全都清空 如果男嘉宾 下次有这样的经历 想吃东西的话 可以让我们拼多多 拼着买更便宜 好 没问题 23号 由于我第一个月的工资 当时赚的时候 当时是380块 就还不够自己过活 然后当时也是没有给家里买东西 但是我六个多月之后 我送给我妈妈的第一份礼物 是一套房子 当时是我在一家装饰公司上班 然后当时做的是一名会计 然后通过会计的这个 所有的现金流 了解了业务 然后当时我就发现了商机 然后把那个油漆 挂上我们公司的就是名字 然后以这个品牌的方式 让设计师去帮我推广 然后就在半个月的时间内 然后就收到了第一笔返款 就是十几万 然后我就拿了十几万 买了第一套房给我妈妈 你看多有经济头发 在此之前 就是我们家是没有房子的 然后当时就是买了一个 特别小的房子 50多瓶的loft 我把这个房子签的那个单子 给到我妈妈手里的时候 我妈哭了 她不知道我的钱是怎么来的 就是有大半年的时间 就没有怎么跟我妈妈联系 因为工作特别忙 我每天的工作时间是20个小时 当时在哈尔滨就很冷很冷的天 然后我就手啊 脚啊都冻裂了 然后去跑这个场 然后跑完了之后 又苦口婆心地去跟我的领导去说 把我的气 然后推进到公司 然后让大家帮我去卖 然后最后在六个多月的时间 然后收获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 然后这是我给我妈妈的礼物 杨若南 她的举手 我是在高中的时候 毕业了之后 去一个快餐店打工 然后我的第一个月的工资 也就是900多块钱吧 然后那个时候说 家里说要买一个空调 我说那900多块钱 我挣完了之后 我就给家里吧 我说至少能分担一些 然后我就去上大学了 我第二年回家的时候 发现我那个钱 一直在我们家书桌下面夹着 然后上面我爸写的是 杨若南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就900块钱 好 来 选第二个女生 我觉得有好几个他们都没有讲话 你可以讲过话的人来说 刚才成都的那是哪个 成都的除了凯迪 4号是 4号 请男嘉宾在拼多多爱心助农地图上 为中选区女生挑选爱心产品 来看第二个女生 大屏幕 4号 4号 看下一条 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太荒诞了 我也想到都不说笑 好久不见 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 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第一段感情经历是在我的大学时代 感觉挺好的 但是那段时间我其实是沉溺在摄影里面 所以陪伴她的时间也就渐渐减少了 然后这一期间她通过我认识了我的发小 在我出差的时候 我发小挺够意思的 帮我照顾我的女朋友 但后来就发现情况挺不对 身边有朋友就讲 他们两个经常单独出去喝酒 我当时就想试探她一下 我说你跟她之间这种关系 已经影响到我跟你之间的关系 你要不把她拉黑 你要不不联系 当时当着我面啪三了 我当时还挺满意的 后来她去了杭州闯大 然后没多久我发现我发小的朋友圈定位 也在杭州 心里面应该也就有一个答案了 其实直到去年她给我发消息 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时 这种件事情才算真正尘埃落定 后来家里面也安排过一些 相亲我也去了 一坐下来 还给我直接来了一个死亡三点问 放置在那儿 看牙子车 走走好多 其实也想过三四次 也在反思我打扮 我爸也有说过我的头发 我的胡子 在想可能在媒婆的眼里面 我跟姑娘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其实我理想当中的另一半 两个人在一起 要么就是无话不说 要么就是舒适而不尴尬的承诺 我不想找一个会移动的家具 10号 男嘉宾 刚才我看到你 威虾里面的这段故事 狠狠地扎中我的心 因为我曾经和你有一样的经历 我也是在读书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好的闺蜜 然后呢我的男朋友 因为一些事情 他们两个越走越近 直到有一天 所有的朋友都知道了 他们两个的关系 就我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然后我就很接受不了 但是现在想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他敢于这么做 我觉得他很厉害 只是当时我在勇敢 追逐我的摄影梦想 他追逐了他的爱情 没有毛病 因为爱情里面 是没有先来后到的 但是这件事情 我不是特别愉快 因为对我来讲 这不是一件特别道德的事情 但到今天他们 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婚礼 我是没有去的 没有去 红包给了没有 没给 那这个就不太合适了 人可以不去 红包得去 刚才10号说 自己的闺蜜 和自己的男朋友好上 这种故事很常见 为什么我觉得 只有我一个人经历了呢 就这个很常见 不是说你身边的人 都得轮一轮 而是说这个概率 还是比较大的 尤其是到了这个台上 我见到这个大数据 真的很大了 六七千人次 女生碰到男朋友 跟自己闺蜜好上的这个概率 远远远远远远大于 男人之间兄弟 跟自己的女朋友好上的这个比例 你说这说明什么呢 真宇 说明我还不够惨呗 就咱们讨论过这事儿 一般来讲男人他的情感 可能会比较平行 就是说我跟女朋友的情感 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跟兄弟之间的情感 也很重要 但我很好奇的是 你小片里说的那句是 因为你不能陪你女朋友 你交代你的发小去照顾她 郑云老师 我没有交代 我的发小很自觉性很高 那就说明她早就有念头 我突然有一种感觉 好像就是我们对别人的怨恨 往往都是对自己无能的那种自责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有没有一种自省的 反省的方式 我为什么不能够多关注一下 我女朋友呢 在她那种欲言又止啊 眼神恍惚的时候 其实我早就应该知道 如果是我们把这种事件 都变成一种 让自己进步的机会 也许我们就不会觉得 那么的被伤害 是的 但是我又不同意 黄老师的想法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说她喜欢摄影 所以陪女朋友时间少了 在小片里说的嘛 那如果她天天啥也不干 就粘着女朋友 你可以想一下 女生们是什么感受 我男朋友啥也不干 就天天粘着我 这时候的感受 可能也是负面的 如果只是假设 是她因为要去追求摄影梦想 要异地了 对 把这个时候 哥们过来照顾女朋友 对 为什么你在追求摄影的过程当中 你的女朋友 并没有完全欣赏和支持你 说明你们两个之间的 共同语言还是很缺少的 是的 任何人在被自己的兄弟 或者是闺蜜 抢走了伴侣之后的 第一反应就是 一种错觉就是 我不如她 然后由此 产生了大量的负面的情绪 其实这个判断 就是错误的根源 因为在选择 我喜欢你和我不喜欢你的时候 很少是线性比较的 我觉得像两颗行星一样 你们俩就是平行着 没有关系了 但是她跟她就撞在一块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简单 最后一个问题 9号 男嘉宾 我看你选第二个中选女嘉宾的时候 我觉得 你是不是比较介意异地链 我没有更多更全面的信息去选择 就是地狱会成为你考虑的问题吗 地狱不会成为我首先考虑的问题 我首先考虑的还是 聊了来和聊不来 我要她选择 她两次都提到了 还有一些女嘉宾没有聊到 说明对她来说 沟通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是的 现在留灯的是2号 其实我还想从后面了解一下男嘉宾 所以我没有面 我可以回答你一个问题 让你家春自动了解 你是不是很在乎就是沟通 非常在乎沟通 像我就是那种工作很忙的那种 有时候可能一天会同时 四五个人五六个人跟我说话 然后我没时间搭理你 你怎么办 我会创造时间 好吧 好 来 换不换 2号你可以替换到 台上两个女生当中一个 也可以不换 换 2号换谁 Martinda 我们先看看范林薇 有没有留灯 请2号 好 来 看两个女生大屏幕 增雅男 1 美美的我 2 小怪屁 3 兴趣爱好 你选一个 小怪屁 2 不喜欢单眼皮的男生 对有胡子的男生特别有好感 于婕 喜欢和不喜欢约定的是 听妈妈的话你选一个 听妈妈的话 3 性格开朗善良 不爱计较 不伤害到自己 都不会生气 会讲道理 特别听话 尤其听妈妈的话 非常听妈妈的话 我想知道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我假定一下 你很喜欢一个男生 但你妈跟你说 这个男孩不好 我不喜欢 这个会对你有影响吗 有影响 我妈妈不喜欢 你都不行 不管你多喜欢 只要你妈不喜欢就 对 来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马上要结婚了 接下来我们要去度蜜月 你提去哪个城市 黑衣服先回答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去希腊吧 因为我会比较向往那种 返普归珍的地方 好 来 2号 我比较希望去欧洲的城市 你说一个具体点 欧洲那么大 对 因为她可以去很多国家 然后历史也比较浓厚 对不起 城市 那就去巴黎 巴黎 好 两位 巴黎 我想推荐一下曾雅男 因为曾雅男给我的感觉 是相对会比较有主见和独立一点 那那个于婕 我感觉你那个人内心很纠结 很矛盾 包括你在问男嘉宾问题的时候 有时候想呢 有时候到底感不感兴趣 也不太确定 那么这个阶段 你牵手回去了 那么可能两个人之间 会有很长时间要去磨合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刘登 本身有点草率 郑宇 我猜一下 我觉得曾雅男没有刘登 那你要考虑的呢 就是曾雅男是成都人嘛 对 你选她的最主要原因 就是童地狱 但是我觉得于婕这边 稍微复杂一点 她那么尊重妈妈的意见 你要考虑一下 你能不能跟阿姨相处地来 谢谢志宇老师 我在这个环节 我是从来不给明确建议的 几乎很少 但这一次我想给一个明确的建议 我觉得2号不适合选 如果她刚才说的 她说的话是负责任的话 在这个舞台 大家都是来相亲的 对 大家都是成年人 我们可以回去尊重父母的意见 男方和女方都应该尊重一下 父母的意见 听听父母的建议 但是我特别明确地问了一下2号 如果你很喜欢一个男生 是的 你很喜欢 但是你妈妈不喜欢 你会怎么样 那我就不要了 我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她到这个舞台上来 相亲本身这件事情都是草率的 你想想看 我喜欢你 你喜欢 我们现在回去了 回家一看 我妈说这男孩不要 那这个是不是对这个男孩 也不太负责 如果他完全听他妈的话的话 我们反过来假设一下 如果一个男生站在这里 对台上24个女生说 我一定要听我妈的话 我再喜欢一个女孩 只要我妈说不喜欢 那对不起 我就要跟你分手 你可以想一想 这样的男人表达完了之后 会在你们心中 产生什么样的感受 那同样的反过来 人同此心 男生也会同样有权利的 这个舞台 是成年人相亲的节目 我们每个人 要必须能够对自己的选择 承担责任 而不是说 我在这里跟着什么牵手之会 回家再去过一道关 才能决定我是不是跟你恋爱 这个我认为是不负责任的 现在你可以做最后的决定了 两个女生你得选择是 我的确实是4号 4号 来 我们看4号有没有留灯 曾亚南我也觉得留灯的概率不高 也许有观众会觉得 你看你前2号不觉得很好吗 他留灯了高高兴下去 我认为这样签下去 对他自己不负责任 你自己也不负责任 是的 因为下面的是最后决定权 不在你 也不在他 在他妈妈 是的 那还不如给自己 再留下一个机会 好吗 是的 再见 最后进行选择的时候 我没有选择2号 是因为我觉得孟非老师说的特别对 选择伴侣参考父母的意见很重要 但并不代表完全我要听父母的 我更喜欢自己能拿得定主意的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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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